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定姊妹平安 我们开始我们的零收分享的时间 这是一年读经计划 我们今天读诗篇第86到89篇 今天的分享里面 比我联想很多和新约的关系 在这几篇的诗篇里面 在86篇里面 其实这篇是一篇哀求的祷告 在诗篇里面比我思考一件事 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向神祈求 但我的问题是 什么情况让我们的祷告更加诚恳 或者更加可疑呢 我想两件事 就是我们要省察自己 我们要知道神是谁 这两件事会对我们的祷告有益处 省察自己方面是怎样呢 就是除了知道我们落在困厄的穷佛之中 我们向神祷告之外 在白宫的苦放里面 其实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信仰 在一个什么光景里面 诗人当他遇见这个困难的时候 他要省察自己 然后他对自己有三角的描述 在第一节里面 他说我是虔誠的人 第三节是什么 我终日去求告你 而第四节里面说 我的心是仰望你 虽然我们肯定神是听罪人的呼吸 但很多时候 神更喜欢悔罪者的恳求 虔誠的人 是不是这个人自高自大 去这样说 其实虔誠的人 是一群专心为主而活 又向神闯开忠诚的人 不是自以为义 而相反地 就是认定 如果没有神 其实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只是短暂的狂暴而议 所以我们要求告他 我们视这个神 在我们的朋友 去时刻来谈 听我们的诉求 其实我们要培养 一种仰望神的心 去每日与诸同行 认识神方面 我看到这个诗人 他不会因为 所以我们所面对他的困苦 就乱了一臣脚 因为他知道 帮助的源头是来自上帝 认识神是什么呢? 在第五节中说 他因他的良善 慈爱 怜悯 这些属性 我认识他这些属性 第二点说 在第八节 因为他读一无二 如果我们不向他求 我们还向哪一个来求呢? 第十节中说 万民要敬拜他 去荣耀他 最终我们要知道 就是神和敬畏人的关系 如果越密切的话 越发是使得我们 去放胆 去狠求 最后 在第五节中 大家很熟悉 他说 主要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兴而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这句话 比我想起 在旧约里面 以色列人对上帝 从古到那个年代 一个古愿流长的信念 就是上帝解放以色列人 他离开围奴之地之后 还会告诉他 这个神就是这样的 很厉害 他能够在世世代 去认定上帝 去信靠他 在87篇里面 这是对石安赞美的诗 神的成将会充满了荣耀 他的根基是由上帝而立的 第一节 上帝也很深爱着石安 但是 另一方面 原来外邦的人 知道埃及 巴比伦 菲利士 推罗 和古实 都会因石安而蒙福 这个敌党扰乱之民 要归向神的山 从这个石安神的成 他要将神的恩典留住去 这个存地 石安不仅出这个君王 其实也出现了一个 就是江世为人的独生自然 当这个诗人在第7节说 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不会想起 耶稣基督曾经邀请万民到他那里 来饮用这个活水的全员 主耶稣说 人若喝了 开到我者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 从他福中要流出 活水的光河来 在约翰福音第7章第38节 万民要因主的救恩而欢恩 同时当这个诗人说 轮到石安必有话说 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 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 他要写出人的出生地 在第5第6节 按照主的应许 我们在他里面重生过来 主也记住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将我们写在他的生命冊上面 来到第88篇里面 这篇诗是面对死亡的一个讨告 好像没有提到任何转列点 没有说到信心被提升 或者得性的宣告 好像在想起什么呢 就好像在想起 当我们打响了钟的时候 钟声的余音 会在空气中的荡漾 诗人落到死亡的边缘 我们看到这些对死亡的描述 第3到第5节 因为我心里充满了患难 我的生命临近阴间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裂 而和无力的人一样 我被丢在死人中 好象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 大概我们想想 诗人可能在面对其长期的病患 因为在第15节他说 我自幼受苦 几乎死亡 诗人提醒我们 死人是不会去赞美神的 也不需要 在第10到第11节 但愿我们每一个活着 也认识神的 我们早早能晓得神 是谁也向他赞美 一起歌颂上帝 在诗篇里面 另一种体会是什么呢 其实就好像在瘟疫之中 疫情之中被隔离了 这个是亲朋好友 不能够去看患病者 病困之中的人 在病塌中感觉到无助 你把我良憑物有隔在这个远处 使得我所认识的人 进入黑暗里面 其实我们感谢上帝 就算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这个令人很忧心 难以来到平静的疫情 其实上帝可以透过这个诗 来使我们共鸣 在第89篇里面 这个被称为重赞的皇室诗篇 我们很喜欢一首诗篇的第一节 他说 我要窗耀的大慈爱 直到永远 我要用我口窗你的信实 传到万代 只有神的信实和慈悲 被坚立到永远 他才可以去洗到大慧的皇位 直到千秋万代 要因神的大能 和创造而赞美 我们在第7节 他说 神在一个圣者的会中 是大有威严的神 比一切四为更可委屈 我们会问 拉哈伯是谁呢 在第87篇第4节 我们用拉哈伯 比喻到埃及 和列邦其他国家的名字 平列 但这里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类似力量庞大的海怪巨首 在神话里面 他是一个混乱天地 轻风作浪的角色 海怪都被神轻轻的击败 所以全地 在神的里面 都是为他所建立 没有什么可以和他相比 在第11节 在第11节 天属里 地亦都属里 世界和其中 所充满的 都是为你所建立 诗人在这里 再一次告诉他 公平 公义 誠实 慈爱 再加上一个光明 荣耀 都在耶和华 上帝那里 对以色列 这位上帝 是立大位在宝座上 让大位被坚立 亦是透过应许 祝福他的后裔 新约里 这位信实的后裔 能够使得国教传道永远是谁 就是新约里 所彰显的耶稣基督 才能够充分应验上帝的应许 在第36、37章里 他说 他的后裔要传道永远 他的宝座在他面前 如日之行一般 又如月亮永远建立 如天上确实的见证 在过去 神曾经厌弃大位以后的寿高王 因为很多王行在耶和华眼中何为恶的事 使得国一时被废了 但神对大位所立的药 是没有解除到的 主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 亦是大位之约的更新 作为永远的延续 我很喜欢这句说话 在89篇第48节里说 谁能常活 免死 救人的灵魂 脱离阴间的权柄 启示录里 主耶稣基督是德性的王 他曾经死过 现在活着 又到永远遇远 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药士 这就是基督律第一章第18节 对我们所说的说话 今天我们所分享的 是很丰富的 让我们思想到 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 他是上帝所斥下的公平公义 诚实 慈爱的每一位 在他里面是有光荣 亦是我们所信靠他的手 他得到给我们有永义的福分 我们登向的荣健 今天我们在这个灵修 我们就到这里 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